哇 冠决赛的大门 赵瓦 赵瓦 完美 完美的是夸我的呀 哦哦 耶耶 问人家何一是谁呀 还挺武侠 很挺江湖这个 这都我跟你一起说的啊 冠军 冠军人家说我的 我知道我看看谁 谁都没有演过 谁都没有演过 我就选他 就选他 走吧 带着走吧 能带着自己的 带着哥哥的 对 但哥哥这个说的是我最喜欢 我拿这个吧 我选了庞博夸我的那个人剑合一 就感觉我们有点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 那种什么武林高手之类的 大家来比赛华山论剑那种感觉 我要拿山东一霸 山东一霸 山东一霸他演的 逗逗 哎 你都是给我写的吧 山东二霸 我看管子到时候给你山东三就不霸了 就撑不上霸了 山东一霸 山东二霸 我就觉得山东有两个霸就够了 要是我就不跟他们争 因为争不过应该 你先进 高乐子 但是等会是要出牌是吧 我出一个人剑合一 咱还能看到他们呀 你夸的我都没敢往这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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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一个能夸进你心里的 杨丽 美人天仙 黄文宝鲁干脆 表达欲强 为什么要叫我喜军自大尼康 啊 可能你都从背后走了 哈哈 后来你你觉得哪个 段子高级 哎 怎么夸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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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没有一个段子高级 哈哈哈哈 段子不怎么样 夸人夸人夸人 夸人夸人 夸人夸人夸人 夸人夸人 快点甩美若天仙 你看看 这喜剧猫头鹰是谁啊 是这事吧 怎么这么长啊 在他的带领下学习小狗 这还有解释的 这是个小狗腿 我觉得怎么这个喜剧猫头鹰 这个词汇像鸟鸟能说的话 可能是鸟鸟 就咱们说不出来这样的高级的词汇 你那个是谁一块的 我这个吗 杨丽也来 他假装他还不知道 行 那鸟鸟先来吧 我们游戏上网下吧 好吧 选一个夸到我心里的是吗 好想翅膀硬了 那你猜一猜这个是谁写的好不好 我猜 我猜还是杨丽 杨丽写的 嗯 豆豆 真厉害 因为他叫自己鸟鸟嘛 所以我觉得翅膀硬了是一件好事 觉得他今年比去年厉害了 又更近了一个台阶 所以我把这个词给他 我还是舒克贝塔吧 我挺喜欢这个的 我想知道这个是谁写的 这后面有 对啊 你猜是谁 杨丽吧 你再猜 不知道 我特别好奇 舒克和贝塔是谁写的 然后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动画片有没有印象 就是两个人分工合作 一个开飞机 一个开坦克 他们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中途他们是会产生很多的分歧 很像他们创作的过程 但最后比赛的结果 又向他们完成那个任务的过程 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而且他们本身也很卡通 咱俩互选了 是吗 好 喜剧自带尼康 太棒了 山东一霸是不是也是我写的 这样你写的 你好会夸人啊